今天我们简单讲解一下这款期划台的一个使用方法 我们先看后面接口 这个是12V3的一个电源 电源接口 然后开关 然后这个接口不用管 是我们程序员调试用的 然后这个是副位的一个按钮 然后网口和一个后台管理的口 然后USB3.0U盘输入 然后采集输出 这个是监听的一个输出3.5毫米 监听输出接口 这两个是6.5的一个模拟双声道的一个输入音频 这个是直播画面 也就是主画面的一个输出物理接口 这个是多画面接口 多画面预见接口 这四个是输入 然后我们看一下测试要用到的一些信号源和一些屏幕 这个是音源 音箱监听用的 这个是模拟双声道的一个输入的一个音频信号 这四个是物理 HDMI的物理输入接口 信号 U盘 然后还有两个显示器 然后现在我们接通 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信号都接入导播台了 先看这两个输出给到的 输出给到的信号 输出给到两个大屏 然后我们看一下显示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多画面 这个是主画面 这是多画面的一个显示 然后这是主画面的一个显示 主画面的显示和和我们小屏幕上这个显示内容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简单讲解一下切换 这四路是我刚给到的一个输入的一个HDMI信号 摄像机画面 一个两个输出盒子 然后和一个电脑的一个画面 先看一下通道上面 一到六通道下面一到六是 独播 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